你到底是什么人,折磨折磨我你要做什么? 沐昕夫人是你主子吧? 亚婆婆更加震惊了,她居然听到了。 年轻人,你好本事,尽解得了我这毒。 沐昕夫人,是你的主子吧? 先告诉老神,你是什么人? 龙非夜取出一幅画像来。 想必你也知道画像上的丫头是沐昕之女,她叫韩芸汐。 韩芸汐?那丫头叫做韩芸汐?你又是什么人? 本王是韩芸汐的丈夫,天宁秦王。 那你瞒着他囚禁我,又是为何? 有些事,他永远都不知道。 会幸福吧? 如果我没有猜错,沐昕夫人身上留着的,是西秦皇族的血。 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? 因为影族找来了,影族之人一直没有行动,也拒绝承认。 或许,还未确定芸汐的身份吧。 秦王,你呢?你娶芸汐又为了什么? 你怀疑本王。 你是天宁亲王。 你若有心,芸汐的身份正是你夺位最好的台阶。 区区天宁皇位,还不至于要本王踩着一个女人的背去争夺。 本王宁可他不是皇族遗孤,宁可他只是寒家嫡女。 我凭什么相信你? 因为本王是。 这个理由,足以让你相信了吧? 你居然,你,东秦皇族。 你想利用他光复东秦? 本王还不至于采一个女人上尉,还不至于利用一个女人富国。 那你囚禁老身在此,是何意? 他隐瞒芸汐,又是为了什么? 要他一辈子都只是寒家嫡女,没有仇恨,没有愧疚,安安心心待在本王身旁。 那韩芸汐的父亲,又是何人?和独宗有何关系? 母亲和独宗与党有染的传言是真的。 母亲小姐原本被送去医城学医,没想到她会遇到独宗的人。 青线其中无法自拔,她怀了身孕,却撞见独宗那楚上,背着她同其他女子油染。